您好 欢迎收看1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今年元旦有三天假期 让许多人可以安排出门旅游 而国内旅游最热门的就是东台湾了 尤其在花莲的旗安庆修院 松原别馆还有新天堂乐园 都吸引了很多民众前来 也让这事在国庆廉假之后 花莲再出现观光热潮 因为去年底适逢疫情 忽然严峻 寒流报道 使得多数民众的2021年 元旦廉假出游安排取消 不过仍有不少民众按照原定计划 借由苏花改交通 来到零确诊相对安心的花莲旅游 包含花莲市的松原别馆 吉安庆修院以及新天堂乐园 都有祭国青年假后 首建的观光人潮 今年元旦假期来讲的话 算是比去年跟前年来讲的话 有微幅成长一点点 那当然就是我们花莲 没有疫情的一个案例情况 然后再加上 就是我们东部有一个比较大型的 阿美里演唱会台东 那吸引了蛮多旅客到台东去 那隔天呢 礼拜这个元旦假期的时候呢 陆续北上 所以呢就是在花莲地区呢 蛮明显的旅游客增加 那庆修院呢 当天呢也有3000人次的一个参访人数 今天的元旦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它是比去年多 但是因为去年它只有一天的假期 所以人潮并没有多 那比起去年 前年的话 今年是人少了一些 大概我们的入园 远旦的时候 入园大概就是900 800左右这样子的人潮 可是它的营业额是提高的 那可能也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不能外出 然后就通通是在岛内消费 所以它的消费状况是好的 我们台开公司希望提供给游客 非常多元的多面向的 全家大小都可以适合的一个旅游景点 包括户外的跟户内的 我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那这次元旦的连续假期呢 有我们预期的 虽然有这个疫情的压力 但是在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防护措施之后呢 还是有蛮多的游客到我们这边来旅游 那我们有这个户外的部分 像是开心农场啊 在这个非常广大的一个绿色的 天然的环境里面 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带着家人 可以跟这个动物们进行近距离的互动 这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去年9月张慧妹宣布在台东举办跨年演唱会 立刻让台东住房率爆满 而跨完年隔天 人朝着陆续北上涌入花莲 加上气温回暖阳光露脸 花莲各景点在周五周六都有明显的游客涌入 也使得无法去国外出游的民众 更愿意大手笔消费 记者长方言华联士报导 对他来说 感谢观看